那么八门,八门呢,昨天老师讲了,有破、至、合意,大家还记着吗? 昨天简单讲了一下,因为让大家先有概念,之后呢,才能深入去学习。 那么八门呢,是哪八门,还记着了吗? 七门,生门,沙门,渡门,锦门,锦门,锦门,开门,一共是几个门? 八个门,对吧? 这个就叫八门,大家不要学学就混了。 那么八门呢,它有破、至、合意的关系。 其实就是八门和功产生的关系。 那么产生什么关系会产生破、至、合意呢? 来,叶老师,给大家读一下,大家先理解一下,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讲。 齐门遁甲预测中常用的八门之破、至、合意。 门克功为破,功克门为至,门生功为和,功生门为意。 吉门被克吉不救,凶门被克凶不起,吉门相生有大力,凶门得生或难闭。 吉门克功吉不救,凶门克功势更凶。 吉门喜意,凶门喜智。 这就是说,吉门克功不吉吉事难以办成。 凶门克功不吉事办不成,还会带来麻烦,赤之灾祸。 在具体应用中,还必须以阅令为高。 分辨门与功的杠摔,修求之门克不动。 妄想之功,妄想之门能克修求之功。 那么昨天已经讲了什么叫破,什么叫治,对吧? 这是不是已经讲了? 那么什么叫破呢? 还记着吗? 门就是凶生伤度,惊死,惊开这八门,其中有一个门,刻什么? 刻所落的宫位。 能理解吗? 这个要理解啊,那么我特意的啊,把这个颜色分出来了。 红色的都叫破,对吧? 这昨天呢,因为昨天讲了一部分,后期没详细讲, 昨天晚上我刻意把这刻点强化了一下, 以前没有说的内容,我就怕大家记不住啊, 特意用颜色分出来了。 红色的都叫破,我们看啊, 生门和死门到哪了? 到考宫。 门和宫产生什么关系? 门刻宫,对吧? 生门五行属? 什么解?谁说的? 生门和死门五行都属什么? 都属土,土刻砍宫的什么? 水。 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? 破,叫破,能理解吗? 门刻宫就叫破, 也就是门把宫给刻了, 就破,这个状态。 那么这一圈其实是一样的, 伤门和渡门五行属木,对吧? 落在更八宫五行属土, 木刻土,所以产生了门什么? 破,门破。 伤门和渡门到更八宫的时候就产生破了, 就门破,我们要知道。 开门和金门五行属什么? 属金。 落到这三宫五行属什么? 木,金刻木,门刻宫了, 所以产生门破,能理解吗? 那么开门和金门同样五行属, 金刻驯宫的木也是门破,对吧? 这个概念大家都有理解了, 修门五行属水, 落到李九宫五行属火, 修门刻李九宫, 产生什么? 门破,门破,这要知道。 伤门和渡门五行属木, 到坑二宫也是刻宫, 所以产生了破, 这个倒是理解啊, 井门五行属什么? 那么到对七宫是金, 对吧? 所以火刻金叫门破, 那么井门到前宫也同样, 道理都是相通的,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? 也就是说红色标记这个都是破, 能理解吗? 叫门破, 那么我看, 那什么叫至, 至, 功刻门为之, 还记得吗? 昨天讲过, 刚刚刚正好相反, 刚刚是门刻宫叫破, 对吧? 功刻门叫什么呢? 至, 我们看这颜色绿色了, 绿色从这开始, 开门五行属金, 对吧? 那么离宫五行属火, 功刻了门, 能理解吗? 所以产生了门至, 叫至, 能理解吗? 那么修门五行属什么? 水, 水, 那么落在了库尔宫, 库尔宫五行属土, 土, 土刻水, 对吧? 也就是功刻门产生了什么? 智, 功刻门产生了智, 那么下面原理都是相同的, 沙门和渡门五行属木, 落在了对七宫, 那么经刻木, 也就是功刻门, 所以产生了智, 那么沙门和渡门到前六宫是相同的, 相同的, 井莱五行属什么? 火, 被凯一宫的水所刻制, 所以叫智, 这个能理解吗? 那么修门五行属水, 同样落在了土宫, 对吧? 叫更八宫五行属土, 就是水落在了土宫, 它被宫所刻, 所以叫智, 也就是功刻门, 这个理解吧? 那么生门和死门五行都属土, 对吧? 生门和死门五行都属土, 这个生门五行也都属土, 那这两个姑姑五行属什么? 正宫和训宫都属木, 所以它会刻门, 门被刻, 产生了什么? 智, 对吧? 功刻门了吗? 我们门被刻, 所以产生了智, 这是绿色的, 那么门生功, 为什么? 合, 昨天都讲过了, 什么叫门生功呢? 我们看啊, 我们颜色, 找一个蓝色的, 这个蓝色的, 同样, 山门和渡门五行属什么? 山门、渡门五行属, 对吧? 木, 那么功五行属什么呢? 火, 所以门生功, 对吧? 为合, 门生功为合, 这个能理解吗? 这个我刚刚是写反了, 门生功, 门生功, 对吧? 对, 没写反啊, 木生什么? 火, 生火嘛, 因为木是门, 沙门和渡门五行属木, 还记得吗? 那功属什么? 火, 门生功, 对吧? 所以叫什么? 叫合, 叫合, 一个道理啊, 这一个道理, 我们看这个蓝色的, 蓝色的, 被狗混了, 井门五行属什么? 火, 火, 火生什么? 土, 那么宫位, 昆二宫属土, 对吧? 对, 所以叫合, 那么生门死门五行都属土, 土生金, 对吧? 这个也是土生金, 这个道理都是相同的, 金门和开门五行属什么? 金, 金生什么? 水, 所以这个叫合, 合能理解吗? 门, 这个是金开, 都是门, 对吧? 金门和开门嘛, 叫金开, 对吧? 门生这个宫, 这个宫就是这个方格的位置, 金生水, 所以叫什么? 合, 这个同样啊, 锦门五行属火, 同样啊, 生土, 火生土, 所以这个叫合, 来自这个锦门, 到这个更大东, 叫合, 这一样的啊, 修门也是, 修门五行属水, 对吧? 水生这个木, 镇宫和驯宫都属木, 所以这个都属于合, 叫门合, 能理解吗? 它是以门为主体定义的啊, 好, 那么宫生门为义, 宫生门, 刚刚讲的是门生宫为和, 对吧? 那么这次讲的是宫生门, 其实很简单, 就有点肉, 我们慢慢理解, 可能现场消化不了, 回去慢慢消化一下, 宫生门为义, 我们看宫为离宫, 对吧? 离宫五行属火, 对吧? 火生什么? 生土, 所以生门和死门都属土, 对吧? 所以这个叫义, 也就是门被宫所生, 能理解吗? 同样, 金门开门五行属, 金, 对吧? 土生什么? 宫金, 宫为属土, 门是金, 土生金, 所以叫义, 一样的, 宫门五行属水, 金生水, 前右宫属金, 宫门属水, 金生水, 商度门五行属木, 水商度, 金开门属金, 属金, 五行属金, 土生金, 锦门五行属火, 木生火, 这两个都相同, 能理解吗? 所以叫破智合义, 破智合义呢, 就是八门和宫位之间产生的关系, 能理解吗? 这个破智合义啊, 很重要, 很重要, 因为我们开盘之后啊, 能看到如果门产生了破, 产生了智, 好不好, 一般的不太好, 当然合和义相对是好, 大家还得看用神啊,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, 只是知道门和宫之间产生的关系, 重不重要? 重要, 它只是五行的关系, 没有别的, 能理解吗? 因为破智合义就是五行产生的关系, 我们再复述一下啊, 门客宫叫什么? 贺, 对吧, 宫客门叫? 智, 智, 那么门生宫叫? 合, 合, 宫生门叫? 亿, 就这四种关系, 这个我们知道了, 知道之后下面有这几句话, 是我们短话的时候要用的, 我们看了一句就来, 吉门贝克吉不救, 好不好? 吉门喜不喜欢贝克? 不喜欢, 如果吉门, 门修生开是三吉门嘛, 那三吉门比如说产生什么呢? 门贝克的时候, 我们就是宫客门是不是就产生智了? 能理解吗? 就门贝克嘛, 不就产生智了吗? 门比如说修生开三吉门, 老师举个例子, 那么智, 我们找了一个智啊, 在这儿, 对吧? 好, 那么这是开门, 开门五行属什么? 晶, 晶, 晶对吧? 落到离酒宫属火, 所以产生智对吧? 产生智, 那么吉门贝克吉不救, 吉好不好? 因为虽然修生开, 我们看啊, 修门, 开门, 生门都在这儿, 对吧? 这修生开是三吉门嘛, 那么修门如果到库尔宫好不好? 不好, 不好, 因为什么呢? 因为被, 把电源弄一下, 电源又没电了, 查一下, 好, 因为贝克了, 贝克其实相对它的能量就弱了, 能理解吗? 那么昨天一直在讲, 说八门代表人和也代表人事, 它重不重要? 重要, 我们是希望这个人事是吉的, 对吧? 对对对, 那么我们是不希望我们贝克的, 主体嘛, 我们明白主体就知道了,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吉门贝克不好, 对吧? 那修门贝克好不好呢? 好, 好, 然后他写的呢叫修不起, 修不起, 能理解吗? 那么吉门是不希望贝克的, 修门是希望贝克的, 能理解吗? 因为八门代表人和也代表人事, 人事的基础是对我们直接产生的影响, 八门的人事代表的直接就是我嘛, 能不能理解? 我们对我们好的事那肯定是好, 对我们不好的事我们肯定不希望的好, 对吧? 就这个意思啊, 当然了, 万物得讲辩证啊, 辩证, 那么这里面讲的吉门贝克肯定是不好, 凶门贝克是好的, 因为凶门凶对我们是产生伤害的, 产生伤害就被别人给打了, 对我们来讲解气了是吧, 高兴了啊, 能理解吗? 对, 像刚刚金老师说了, 说敌人的敌人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? 好有啊, 他就有辩证关系啊, 那我们理解是, 先让我们知道一下就行啊, 那么吉门相生好不好? 好, 好, 那凶门呢? 如果凶门相生呢? 那么刚刚已经讲了嘛, 说吉门, 我们不希望他贝克, 凶门, 我们希望他贝克, 能理解吗? 那同样这个原理是相通的, 吉门我们是希望他相生的, 对吧? 那么凶门呢, 我们是希望他相生的, 因为把凶门生的更凶了, 他对我们伤害是不是就更大了? 所以我们不希望他对我们加大伤害, 那么凶门就不喜欢生, 就凶门呢, 对我们来讲就越凶, 对我们来讲伤害越大, 我们希望凶门怎么样, 弱一点, 就能量弱一点, 对我们来讲就不凶了嘛, 那万事万物都有吉凶或福, 不可能所有的好事都给你们, 对吧? 但对我们来说, 我们是希望吉更吉一点, 凶更小一点, 能理解吗? 不是说凶更大一点, 吉更小一点, 那是不干的, 我们人以主体来讲,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, 这个大家知道, 那么吉门客宫吉不救, 这一概念也相同, 也就是吉门客宫, 那么吉能量会弱一点, 弱一点, 那么凶门客宫, 事更凶就不用强调了, 对吧? 凶门如果在客宫, 那就不好了, 对我们来讲, 这个事就容易更凶, 这上面写的这一块是最重要的, 吉门喜意, 对吧? 其实吉门呢, 就喜欢和的, 相和的, 弓声门的, 因为最终门的力量是我们嘛, 是引导给我们的嘛, 导向给我们的嘛, 那凶门呢, 写什么? 也就是凶门呢, 希望制它, 就把门, 如果这个门仗是凶, 那咱个门是凶门, 我们看, 死门, 金门, 商门, 对吧, 商门在这, 这三个位置, 那么死门, 如果落到离宫, 好不好? 不好, 死门落到离宫, 怎么不好呢? 我们看啊, 凶门喜什么? 制, 什么叫制呢? 宫客门不就制吗? 能不能理解啊? 这叫制, 能理解吗? 我们看啊, 宫客门为制, 对吧? 那么宫, 比如说我们知道, 这个宫位是火, 火刻什么? 火刻金门, 所以, 金门和商门, 对吧? 那么当然, 金门和商门, 我们找死门, 死门, 金门, 金门在哪? 对, 假如金, 金门在这, 对吧? 是不是? 金门, 如果金门被刻的话, 它不就是制吗? 宫客门, 对吧? 对我们来讲好不好? 好, 好, 这是好的啊, 我们慢慢理解, 可能到这边, 算不过来玩啊, 也就是说, 吉门呢, 是喜意的, 胸门是喜智的, 喜智, 这点意的关系就是, 宫生门, 生门, 明白吗? 胸门来讲, 我们就希望宫客门, 能理解吗? 叫宫客门, 能理解吗? 就先理解这个意思啊, 好, 那这里面叫, 吉门客宫不吉, 这个刚刚已经讲了, 吉门客宫就不是特别急了, 那么吉是难以办成, 胸门客宫呢, 不仅妄想还会更凶, 就跟上面这个讲的话, 是一个概念啊, 吉门被刻, 吉不救等等的概念, 一个概念啊, 好, 那么下面这, 因为要用过程当中, 讲阅令, 包括忘衰, 那么老师一直在想掉, 十二掌声的忘衰重不重要, 重要, 那么刻, 你也得有没有能力刻它, 对吧, 当你能力弱的时候, 能不能刻住它, 刻不住, 当你能力强的时候, 能不能刻住它, 就能, 同样, 我们的能量非常强, 对方能量非常弱, 他能不能克制了我, 他也克制不了了, 当然, 对方能量强, 我们能量弱, 能不能刻住我, 他就能了, 所以说, 能量同样按两种方式看, 一, 落空的能量, 二是阅令的能量, 这里强强的就阅令, 对吧, 因为落空产生的这种, 破智合意, 所以我们就看, 阅令的能量的忘衰, 这个我们就知道, 它综合论断, 这个能量到底强不强, 能不能被克住, 到底产生了这种意义的能量强, 还是智的能量强, 我们就一目了然, 就知道了, 当这个宫位当中出现的某一个点, 比如说, 井门产生是异了, 在这个位置, 这个叫异对吧, 井门五星书火, 因为宫生什么, 门, 所以产生异了, 那这个能量强不强, 假如, 现在井门, 井门的五星书什么, 还记得了吗, 火啊, 火, 那么假如是五月, 五月, 好不好火, 忘不忘, 忘, 咱们用十二掌声去论, 当然我们知道, 十二掌声论, 它也是忘的期间, 它并不是说, 一年四季的春天暮望, 夏天火望, 秋天惊望, 冬天水望, 它有十二掌声论, 能理解吧, 好, 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, 好, 那破置合意, 大家基本理解了吧, 那么, 把白板擦一下吧, 擦一下把什么强化一下, 刚刚老师强调了, 说井门, 如果落在了迅次宫, 是不是产生异了, 第一呢, 井门落在迅次宫来讲, 好不好, 井门, 对于井门来讲, 井门来讲是好的, 因为, 公升它了嘛, 我们先不管井门这个事, 设计师兄代表什么, 先不管, 首先我们问门好不好, 那门呢, 它被公所升, 是不是门的能量就更强了, 更强了, 我们还要论断什么呢, 就月令, 对吧, 月令, 那么月令呢, 记住它不是按照, 春天目望这个概念, 按十二掌声, 我们十二掌声还记着吗, 记着, 我们再复习一下, 把十二掌声写到边上, 写九宫队当中也行, 好, 画了九宫队, 把地址填到九宫队里头, 我们看一下, 哪一个月, 它的能量更强, 哪个月能量更弱, 那么十二掌声能量强的, 我们知道, 掌声必忘, 对吧, 包括灵端, 灌带, 你记着吗, 那弱的你肯定能记着, 叫什么, 识目诀, 识目诀, 识目诀肯定是, 弱的, 那么讲我们就讲木吧, 木是不是非常弱的, 用木了, 能量修修之地啊, 好, 那么, 井门, 如果这个井门, 假如这个不是井门啊, 我们就换一个就是吉门吧, 吉门我们再换个位置, 我们再理解一下吧, 声门吧, 声门好不好, 好, 修生开这三级门嘛, 便于我们理解, 那么我们讲这个事, 到底吉不吉, 到底吉不吉呢, 声门如果在离宫, 那么本身这个, 离宫生生门, 对吧, 生门五行属什么, 土, 土, 对吧, 在这儿嘛, 修生商嘛, 生苦就在这儿, 对吧, 那么火生土, 那么生门的能量强不强, 强, 强, 当然了, 宫位的能量已经出来了, 对吧, 因为八门所在的宫位, 直接体现出他的能量嘛, 当然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, 那么我们看一下约令的能量, 再对比一下, 对比一下, 好, 那么老师再强调一下, 这里指的约令呢, 就是某一个月份, 他在十二掌声当中, 对于我们, 声门, 他到底是有帮助, 还是没帮助, 其实就用五行论, 对吧, 但五行论把它化成十二掌声, 他就有三种能量状态, 严格来讲, 这有五种形态, 对吧, 我们叫弱呀, 极弱呀, 综合呀, 平等和和, 最弱呀, 这几种嘛, 好, 那么我们知道, 生门落在了离宫, 假如这个盘已经起完了, 生门在离宫, 首先, 咱先不管吉凶, 生门是不是能量强, 因为他被宫所生, 对吧, 产生了门的义, 这个能力解法, 那月份, 那么老师举个例子, 月份呢, 在几月, 大家想一下几月, 半月, 我们随便说一个月份, 六月, 八月, 八月, 八月哈, 卫生有, 八月是几月, 有月是吧, 有月, 我们直接写一下有月, 旁边写一下有月, 好, 那么看一下有月, 生门的能量, 到底强不强, 就月令的能量, 到底强不强, 好, 那我们怎么看, 还记得了吗, 能量还记不记得怎么看了, 好, 首先呢, 这里我们找不到干支了, 对吧, 没有干支了, 没有干支, 我们就有五行定了, 五行直接, 五行定了, 那么有月五行, 是什么括号, 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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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那么金, 金和我们的生门, 是什么关系, 土生金, 什么土生金, 对吧, 土生金, 对吧, 那么它是和我们生门的力量, 对吧, 它会耗掉, 来把生门写在, 对吧, 画了圈, 对, 生门, 生门是土, 土有月, 有月是金, 那么土生金会耗掉生门的力量, 那对我们来说, 这个能量弱没弱一点, 相对就弱了一点, 对吧, 弱了一点, 但是公位, 生不生生门, 生门, 那么综合来讲, 它的能量还是偏望的, 偏望的, 这个能理解吧, 这样就是月令就很简单了, 我们就不用杀掌声了, 因为杀掌声只用在干质当中, 就奇异当中, 老师刚刚讲讲的有点余了, 因为这里面知识量比较大, 那么只有奇异, 它的能量, 我们会用十二掌声去论, 能理解吗, 那么八门的能量, 九星的能量, 我们不用十二掌声, 能理解吗, 就看望向修修死, 一年四季, 在哪一个季节当中它的变化, 其实就是五行这它的关系, 那么比如我们再换一个, 假如是五月份, 五子五的五, 五月, 五月五行属什么, 火, 那么火力的能量强不强, 对于是能量的, 强了, 因为火生什么生门, 对吧, 生门属土嘛, 火生土, 那能量就更强了, 若工的能量很强, 那么如果求财的话, 这个工位是这样的一个格局, 又是五月, 那么这个财怎么样, 就很旺, 因为它能量相对就很旺, 当然了, 我们现在看的是八门的能量, 能理解吗, 八门的能量, 那么八门级, 我们才看这个能量, 对吗, 那么我们还没有看, 奇异的能量, 对吧, 什么叫奇异, 就物极更新人鬼定归影的能量, 包括奇异分为天盘奇异, 地盘奇异, 对吧, 包括九星的能量, 八神的能量, 我们都没看, 但是八门的能量很重要啊, 老师强调一下, 八门的能量很重要, 因为八门代表人事, 在这里头集穷祸福啊, 是跟人直接产生关系的, 所以这些大家要知道, 这个是不是都理解了, 这块基本大家都理解了, 好, 那么下面讲了一个凶格, 叫五不欲食, 这个呢, 很多人都经常去讲啊, 五不欲食呢, 有很多老师就定义的非常吓人, 包括这里面, 我不知道看有没有, 对, 这有一个叫五不欲食人将士, 说的比较吓人, 什么意思呢, 五不欲食是大凶的, 非常凶, 凶到什么程度呢, 人快死了, 说的比较吓人啊, 但实际没那么严重, 但是, 在我们实际的看盘过程当中, 确实五不欲食不好, 不好, 它凶的, 那么这五不欲食呢, 其实它就是七杀, 这个大家能理解, 听盘当中的这种能量, 一会儿呢, 那我这给大家读一下, 大家理解一下, 什么叫五不欲食啊, 只求测或用事之时, 时辰的天干, 刻日干, 而且必须是阳干, 刻阳干, 阴干, 刻阴干, 四中命理上叫七杀, 其文中叫五不欲食, 古人有五不欲食人将士的论述, 这就是说, 测病如欲五不欲食则大凶, 病人可能要去世了, 实践证明出行爷会求学, 求婚, 求财求官出国上任等等, 用事之时最好避开五不欲食, 不然轻者不顺利, 重则有灾恶, 反五不欲食大凶, 纵然得三旗或吉门也不可用, 求测之时如果欲五不欲食, 那就不一定都凶了, 况且五不欲食这也仅是从时间这个角度上讲, 是不利因素, 具体事物的提供还必须结合用神所谜星门神格局等因素, 综合判断。 五不欲食这个词是齐文正雅当中说的, 包括八字命理我们讲七杀, 他不叫五不欲食, 来把五不欲食这些字写上, 这都擦掉了, 那么五不欲食这他们写得很明白, 时辰的天干课什么? 日干, 日干, 一般就在秦文顿价当中, 我们只看时辰的天干, 是否刻了日干,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用神, 什么叫用神呢? 也就是这件事情, 什么代表我们自己, 这个能理解吗? 那么我一直强调说日主, 日干代表谁? 代表我们自己, 时干代表这件事, 或者是对方别人, 第三方能理解吗? 那么当时干, 这里面写的时干, 去刻日干的时候, 而且一定要形成什么呢? 阳克阳, 阴克阴就形成了什么? 什么? 五不欲食, 这个词叫五不欲食, 在秦文顿价当中, 强调这个五不欲食是最凶的, 凶到什么程度, 古人说的, 人都要死了, 那最大的凶, 就是无外乎人去世, 死亡嘛, 所以他的凶的程度, 是非常强烈的, 那么老师这么多的经验来看, 做什么事啊, 千万不要选五不欲食, 五不欲食这个时辰, 能理解吗? 包括说, 当然秦文当中啊, 他讲的是实干呢, 刻日主, 对吧? 每一天都有一个时辰会五不欲食, 这个能理解吗? 重要的是, 放到五不欲食, 老师这几十年, 没有一次尝过, 这是血和泪的教训, 真的, 我就想看看, 秦文当中讲的五不欲食啊, 他到底有多大的能量, 没有一次尝过, 我只要是我选五不欲食去做这个事了, 几十年, 咱不说, 几千件事, 几百件事应该有了, 没有一件事尝过, 全是黄了, 到最后搞得不和而在, 就说明什么呢, 这个秦文遁甲呀, 他这个模型是宇宙自然界时空点的一个模型, 他能推理出来当下的状态, 当然了, 五不欲食只是这个时尚不好啊, 就说明秦文遁甲, 他更深度的含义啊, 更符合天道的运行, 只能这么讲, 因为只有秦文当中讲五不欲食, 罚字当中, 文理当中啊, 他讲七杀, 根本就一代而过的, 不去要求的, 能理解吗, 因为每一天都基本会有一个时尘, 出现五不欲食, 什么意思,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时尘, 刻当天的天干, 这个能理解吗, 比如说我们天干是假, 遇到了什么时尘是五不欲食, 什么假的, 那么比如说今天的天干, 正好是假, 我不是说地支是天干啊, 不是地支, 那么出现这个时尘, 有一个更, 更什么时对吧, 更, 我们知道更子是有可能对吧, 更银食是不是有可能, 当然它是固化, 一会后面我会给大家一个表啊, 它有固化的, 不是说随便出的, 因为肉食家子排不出来有一些, 什么意思呢, 心也是一样, 心也是一样, 因为后面都会讲啊, 都会讲啊, 什么意思呢, 阳干, 刻阳干, 阴干, 刻阴干了, 这个能量很强, 很强, 老师强调呢, 是因为这么多年, 我用血和力的教训在试验, 因为奇闻尊甲当中, 讲这五不欲食, 其实就是我们, 拔了罪命理当中的七杀, 它有那么凶吗, 以我的实践经验来论断, 反过是没成过事, 只要是五不欲食, 这个重要的事, 没有成的, 没有成, 真的, 说明它很凶, 而且就说明奇闻尊甲, 它时空的这种导向, 天道运行的规律把握, 还是很精准的, 因为只有奇闻尊甲讲, 叫五不欲食, 你也没有, 把这个理当中的七杀不一定是凶, 对吧, 但使用实际生活经验来看, 这五不欲食, 确实不好, 确实不好, 如果重要的事情,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, 要不要选择五不欲食, 不仅不要, 一定要怎样, 避开五不欲食, 虽然说其他的理论当中, 没有这五不欲食的说法, 但是基本当中, 它其实就是天道, 就几种啊, 一会儿格局我拿出来一看, 就这么几个, 它的影响确实在大了, 包括古人说, 五不欲食人将事, 说的是比较吓人, 因为它确实反正没成事, 基本上你不会成大事, 大事千万要给它避开, 那在这里讲的这五不欲食呢, 这上面写着反五不欲食都大凶, 这是老师的经验, 那么即使三极或极门呢, 也不能用, 五不欲食既然就不用它, 因为一天这一句时间, 能闭开就给它闭开, 如果遇到五不欲食了, 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, 在前些年, 有个人找我去测, 说有个人走失了, 说在一个河边, 是江边走失了, 往我一测, 清门一起盘, 直接就看到盘面有个什么, 五不欲食, 这种情况的话, 人可能走的希望就非常大, 就去世的希望, 因为五不欲食是大凶, 这时辰太不好了, 能理解吗, 时辰太不好了, 这时辰不好呢, 它只是一个大的框架, 在这个框架当中呢, 大家可以观察, 老师呢, 这么多年也在研究, 也在总结, 也在观察, 每一天这个时辰不好的事就特别多, 创出的的了, 卡跟头的了, 卡腿的了, 冒血的了, 打架的了, 真的, 就很有意思, 但是天地宇宙自然建立一种磁场, 因为每一天都有这个时辰嘛, 哎, 你会发现, 因为老师也在总结, 发现, 哎, 一到这个时辰, 就没啥好事, 反正我看到的身边, 即便说, 我撞上了, 然后这个, 啊, 撓起来了, 要喊起来了, 要骂起来了, 反正都是不好的事, 就容易在这个时空, 就是这个时践怎么发生, 但不绝对啊, 不能说五一时是不是都不好, 我认为这个不绝对,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, 我们学奇闻了, 而且懂得时空这个概念, 我们可能假如奇闻蹲甲这个模型是正确的, 我们尽量就避开五一时去做重要的事, 那没解吗, 哎, 我认为肯定也会有些人在这个时辰做事都成了, 非常好, 对吧, 那全天下那么多人, 那好几十一个人, 那都发凶, 都号车, 那都打架, 那不可能, 是吧, 但是总体来讲, 奇闻这个模型还是很准确的, 尽量避开, 因为老师这么多年经验, 血和泪的教训, 几百件事, 至少只有几百件事, 没有一件成果, 而且到最后都弄得了, 很难受, 很闹心, 很伤心, 不管是求财啊, 做事啊, 还是谈判啊, 沟通啊, 还是修医啊, 喂药啊, 所有的事, 没有一件就让我满意, 只要我发现这个时辰是五不一时, 我必须要去做的时候, 做完之后, 我发现没有一个成的, 确实, 这是经验啊,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, 那么五不一时呢, 当然了, 这里面又讲了一下, 它只是时间的一个角度啊, 它还有讲空间的, 新闻最大的概念, 它只讲时空模型的, 那么五不一时, 它讲不讲空间, 它只讲时间, 而且, 一天当中一定有一个时辰的, 是五不一时的, 你不能说这一时都凶, 但是我现在不太敢用五不一时, 去做重要的事啊, 因为这么多年没成功事, 我就算了, 那我就不去试了啊, 那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尝试啊, 把重要的事, 当然别太重要, 太重要你别人家整出事了啊, 稍微这个事挺重要, 你可以学乎五不一时, 去看看它能不能成功, 也可以去研究, 因为我们研究古圣先贤的智慧, 就要实践啊, 不实践很多东西, 你没办法得到真理啊, 可以尝试, 再被拿命去试啊, 说这事要命的事, 咱不干了啊, 不能去试啊, 当然它就是时间的观念啊, 时间的观念, 它还缺少空间因素, 那么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呢, 五不一时有一点啊, 比如说这个人来找你去试了, 你一起挂当中, 当下这个时刻正好是五不一时, 对吧, 你就不能说这个事是大凶, 明白吗, 但是以老师的结果来讲, 没啥好事, 就是他这个事, 即使能量也会弱, 但是你不能直接以五不一时去论了, 只是在时空的选择上, 特别是时节的选择上, 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, 都希望给我们找一个更有利的时间去做事, 对吧, 这个省才尽量不选五不一时, 那别人来预测, 当下的一个时事才能来个一百个人, 能说斗凶吗, 那肯定不对的, 所以这个呢, 这上面好像写的是吧, 所以说预测的时候啊, 这预测的时候有五不一时可以忽略啊, 可以忽略啊, 那么下面呢, 就是五不一时的这些格局, 格局就这几种啊, 因为它六十加等排出来有些啊, 假日的时候都是更五时, 你会发现啊, 都是更五时, 那么更会刻什么, 这不更金刻什么, 甲木, 所以这个叫五不一时, 今天是假日, 我们时辰会出了一个五时, 叫更五时, 它不会有更别的时了啊, 这是固定的模型, 大家把这个表记住就行了, 就很简单, 很简单, 当然, 你就主要就看天干, 时辰的天干, 不要刻日的天干就行, 五不一时就很简单嘛, 这个呢, 只是老师经验来讲, 说五不一时确实不太好, 但是实际上不硬, 它毕竟是一种时间的说法, 大家只要留几天就行, 那么以日的时候, 心四时, 记住, 只要当天的日干是以目, 那么它的时辰一定是心四时, 还不出来别的啊, 心机刻以目, 这个概念能理解吗, 大家能理解啊, 好, 阴目, 阴金, 阳目, 阳金, 能理解吗, 阳干, 刻阳干, 阴干, 刻什么, 阴干, 这个是日子, 这是什么, 时辰, 这概念相同, 那么比日认晨时, 叫五不一时, 同样, 水, 刻什么, 火, 阳水, 刻阳火, 阴水, 刻阴火, 平日的鬼火时, 一样, 雾日的假阴时, 雾日只有假阴时, 大家可以去排一排啊, 那么几日的遗丑时, 同样啊, 同样, 那么这里面呢, 我们要了解的就是, 阳刻阳, 阴刻阴, 而且是以日子, 时辰, 刻什么, 日子, 时干, 刻日干, 产生的五一时, 这个大家要知道, 好, 这个都能理解了吧, 这个表, 基本上你看看, 这个能理解, 包括, 耕日, 饼时, 丙火刻什么, 耕金, 因火刻什么, 心心, 雾土刻了, 人水, 吉土刻了, 鬼水, 因为这是, 阴土, 阴水, 阳土, 阳水, 阴火, 阴金, 阳火, 阳金, 阴木, 阴土, 阳木, 阳土, 阴水, 阴火, 对吧, 这个概念一样的, 其实就是, 时才刻日子了, 时干, 刻日干了, 它形成五一时, 所以五一时, 凶还是比较大的, 大家要注意, 以后呢, 在择棋的时候呢, 你就可以选择了, 尽量不要用什么, 五一时, 五一时, 特别是有重要的事, 我们自己做事的时候, 要把这个避开吧, 那么空王, 空王呢, 昨天都讲了, 对吧, 其实空王就相对比较简单, 来, 李老师给大家读一下, 其门遁甲, 空王以时寻空王为主, 参照日寻空王, 空王主即是不即, 凶是不凶, 再好的格局, 欲空王也化为乌有,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, 如侧疾病, 久病不遇, 欲空王则死, 突然生病, 欲空王则结, 如果时寻空王, 欲日知田时, 既不以空断, 欲太岁田时, 也不以空断, 欲月见田时, 也不以空断, 欲年命田时, 也不能以空断, 马兴田时, 宇冲时, 也不能以空王论, 这里以月见马兴的能望能强, 欲此田时, 既以不空来论, 而石干田时, 也不以空来论, 但年日田时, 则需看用神的能量如何来确定, 但有能量减轻的因素存在。 空王呢, 昨天讲过, 空王代表什么意思? 没有了, 没了呀, 就没有了, 是吧, 就是能量弱了, 这上面呢, 讲的比较绝对啊, 其实从老师的实际经验来讲啊, 空王这个天时, 即使怎么天, 他还有空王的像, 他还有这种像, 这个我们要知道, 那么有一点呢, 大家要明确啊, 这里面我们写着, 久病不遇, 欲用空王怎么样, 人死了, 哎, 他没那么严重啊, 但是, 假如这个人久病, 而且是大病, 说都病了好多年, 好多时间了, 如果西班当中, 许一个空王好不好, 你不能说没病了, 能得讲吗, 哎, 不能说没病了, 因为久病, 他这特点在这, 突然生病, 因为空王好不好, 突然空王, 就突然生病, 一般的孕空王, 不会一下子死啊, 不会的啊, 这个就说明这个病嘛, 好了, 哎, 他当然是看什么病呐, 像老师强调了, 人家感冒了, 你说你快死了, 不得削你吗, 是吧, 你不能乱说的, 假如说, 你癌症好多年了, 那遇到空王确实不好, 就是人要归了, 就要走了, 空了,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, 所以这块呢, 大家要强化一下, 那这里面讲的空王啊, 讲的是, 我们在其他人的雅艺运用当中, 空王啊, 只以时论, 只以时论, 至于这上面强调的, 要参照日的空王, 不用考虑, 不用考虑参照日的空王, 就以时辰的空王, 时辰的空王, 时空啊, 我们不看日旋, 不看日的空王, 只看时, 时是什么呢, 年柱,月柱,日柱, 时柱, 最下面那个时柱, 对吧, 时柱的空王, 他记得怎么去找了吗, 他记不记得了, 记得了, 那一共有几个旋, 六旋, 六旋一共有几个空的, 六旋, 还不就有多点十二个吗, 其实就十二个吗, 哎, 那么甲子巡踪什么空, 虚害空, 虚害空, 对吧, 为什么呢, 因为甲乙丙丁, 目几多些人鬼, 拍完之后, 我剩下那两个是什么, 七色害, 哎, 我下拍嘛, 没了, 就十个天天干拍完了, 十个地址还剩两个, 对吧, 哎, 那个就是空王, 这个我们要知道, 那么空王呢, 只以时论, 不以日论, 日可以忽略, 基本不用参照啊, 以老师的经验来讲, 不需要参照, 因为有的时候书上, 有些些东西啊, 不一定太准确, 老师的经验呢, 这么多年是准确的, 大家要理解一下, 还有天时这个概念啊, 天时, 与日之天时, 不以空乱, 也不对, 不能说是完全不对吧, 只能说是日之天时, 什么意思呢, 虚害空, 对吧, 那么日正好是虚日, 或者害日, 算不算天时, 算吗, 可不能理解吗, 我们空王只以时论, 还记不记得了, 比如说甲子寻当中, 什么空, 就害同对吧, 在甲子寻当中, 从日主查到的是空王, 对吧, 从时住啊, 今天记住, 来写一下吧, 把这都擦掉, 写一下, 这边有点, 大家有点晕啊, 我们通过时, 年月日时, 只以时论空王, 能理解吗, 日可以不论, 参照有多, 太参照, 因为阴素太多了, 你就断不损了, 那事情你没法就衡量了, 那么, 以时去论空王, 以时才能论空王的话, 那么比如说, 我们举个例子吧, 现在是什么时呢, 以丑时, 好, 年月日, 先不天, 先是时, 以丑时, 以丑时, 对吧, 好, 以丑时, 它的空王是什么, 虚害, 对吧, 夹子寻, 对, 写上夹子寻, 虚害空, 写上虚害空, 对, 括号写括号, 虚害空, 好, 那么时, 我们知道了, 对吧, 那么假如是什么日呢, 物须日写上, 物须日, 月, 我们得写个月, 比如说, 丙子月, 我们随便写啊, 年, 写个年, 随便写个年, 什么单值都行, 好, 好, 那么四柱呢, 这里面我们只以时柱论空王, 还记得吗, 其实就是通过十柱角的嘛, 年月日时, 我们现在从下路上啊, 因为刚刚先天的时, 我们就无所谓了, 等我们记住就行, 年月日时, 这四柱能理解吗, 年度月度日度时柱, 通过时柱找什么, 空王, 今天这两个当中之以时柱论空王, 时柱空王找不住了, 什么空, 虚害空, 那虚害空, 但是这出现了一个什么, 虚, 虚对吧, 这个虚就会把它的空叫天时, 能理解吗, 因为你空什么, 我除了一个, 就什么, 什么没了, 虚害没了, 虚害没了, 除没出来, 在哪出来的, 日当中出来的, 那这种情况下呢, 我们所谓的天时, 其实, 没有太大意义, 即使天时, 也要以空论, 至于这上面写的有一些, 不对, 不对, 大家要知道, 当然了, 它有这种能量天时, 就会稍微减轻空王的能量, 但是不能说天时就一点不空了, 不对的, 能理解吗, 空还是空, 只是稍微去天他的能量, 这个能理解吗,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, 所以说即使是天时, 包括月见, 月见啊, 月见同样, 比如说雾虚月, 也是一样的, 能理解吗, 出现了, 因为虚害空嘛, 正好虚出现了, 比如说几亥月, 是不是我们看到了也算是天时了, 但是即使在天时, 空王的能量还在, 不能说天时就不空了,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, 因为空王呢, 我们知道, 直伏最怕空王, 对吧, 直伏弱的空王, 如果直伏这风味正好有空王在的话, 直伏的能量就发挥不出来, 就没有了, 对于我们来讲就不好, 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都要知道的, 这个都能理解啊, 这些大家一定要理解啊, 伏异反异, 这里面讲伏异反异, 来把它擦掉, 什么是伏异呢, 从文字上理解, 伏异那两个代表什么, 伏在那里, 说的对, 就趴在这, 不动, 对吧, 伏着, 能理解吗, 趴着, 那么反异呢, 反复, 反复, 说的很对, 反复, 所以它有不同的能量, 来, 这老师给大家读一下, 大家理解一下, 伏异指九星八门伏在原来的宫位上, 伏异凡事主缓, 主拖延难成, 凡战时间伏异主远, 空间主进, 主内部, 战事主不动, 战事命主挫折无为, 凡事难成, 反异指的是九星八门在对冲的宫位上, 凡战主反复不定, 出行主去而复返, 为师无可转回, 百事皆为不及, 反异在战时间上, 主进, 主快, 主迅速, 在空间上, 逐远, 逐外地, 逐外部, 反异也表示, 事物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, 或突如其来的变更, 战生命, 遇反异格, 主一生挫折多, 事有反复, 起落多, 福音和反异指的是什么? 指的是九星和八门, 能理解吗? 八神有没有福音反异? 没有。 奇有没有福音反异? 没有。 也没有这个概念啊, 只有九星和八门有福音和反异的说法, 能理解吗? 因为什么呢? 因为八门和九星都有, 固定的原始宫位, 能理解吗? 那么首先八门, 修门在哪儿? 原始宫位? 坎一宫。 坎一宫,对吧? 那么九星当中的, 比如天瑞星的原始宫位在? 坎二宫。 坎二宫, 还记得吗? 一下子就要知道了, 原始宫位必须要记住啊, 这是记住之后, 我们要看排盘排出的结果。 来,我们画了九宫格, 画了大点, 我这边画, 我这边画, 好。 那这一拂引反异呢, 在整个齐门敦甲的盘踞出现之后, 它的影响非常大, 而且非常直观。 首先, 如果满盘浮吟, 这件事我们上面写了, 这件事代表什么? 缓慢, 拖延, 难成, 第一眼, 你看到了, 这个不管任何事, 只要满盘一看, 九星或者八难浮吟了, 这件事情代表什么? 就慢, 拖延, 难成, 就缓慢, 因为浮吟就代表这个状态, 它当下状态没有动起来, 还得等待, 还得等待时机,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, 那么反吟呢, 相反的概念是什么呢? 如果求色人黏命了, 来起这个局势, 黏命先不讲, 黏命我们在我们秦门追甲高级板上再讲, 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, 那么秦门追甲当中呢, 黏命测得很准, 它的准确程度我认为高过八字命理, 当然还是你用哪个用熟了, 这个刀片你看谁用, 是吧, 你给厨师手里切菜, 咱们接不来, 是吧, 一样的概念, 就是工具随用, 但是老师呢, 秦门学的比较早, 小的时候就接触, 所以我认为, 秦门去断年命准确率极高, 它高过于八字, 高过于八字, 老师认为, 但是实际, 人家八字用的好的, 八字断的一样子, 在秦门呢, 这里面不仅能断年命, 还能断什么呢, 断一个人流年, 比如说今年, 明年, 后年, 某一年, 通过秦门的盘局, 我们就能排出来, 包括每一年的基凶, 是一目了然的, 今天好, 那上面写就是好, 不好就是不好, 那这个我们在秦门就讲, 高级班, 将来我们的院长课程, 我们再详细讲, 因为相对太复杂了, 太复杂了, 因为这里面有好多内容, 需要一点点讲, 包括我们是按时辰, 一个时辰一年, 一个时辰一年, 往上叠加的, 包括这里面有讲时辰, 时辰的关系, 包括从秦门对甲的年迷盘当中, 能看到父母啊, 孩子啊, 子女啊, 长辈啊, 所有东西全都清清兴兮的, 而且他的准确率, 我认为琵琶子要高, 因为每个人的用法不同嘛, 但现在我们先不讲太复杂了, 因为这里面, 现在我们先把最简单, 简单的行为学会好不好, 最起码这三天回去, 能给你看, 你才运咋样, 是吧, 那就行了, 对吧, 说哎, 这个挥音, 你这能不能成, 有没有手刺, 是吧, 这个一定要学会啊, 张雪今天晚上课程结束, 回去你挥断, 你现在挥断不挥断, 你现在眼睛太深了, 你更远不了了, 慢慢来好不好, 因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啊, 别着急, 很多东西交完之后啊, 我们也很难完全掌握的啊, 慢慢来, 而且, 因为后面我们稍微讲一下, 七门堆甲大宗讲年命的, 呃, 有个四言经, 它是最核心的内容, 啊, 当然不光一家年命, 有一些是没公主于世的, 都是属于盗门秘团的东西, 它是非常精神的啊, 比燕哥掉手啊, 要做很多的, 有很多内容都是不公开的, 后面我们会稍微看看, 讲一讲啊, 那么福吟反员, 我们先把九星和八门高中好不好, 先别人就别人啊, 那个家民不要着急啊, 被着急啊, 那么弟子呢, 都可以学啊, 那因为院长弟子高级班生都是可以学的啊, 好, 那么福吟和反员, 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理解了, 福就这个状态, 反员就反复, 能理解吗, 哎, 这个状态我们先理解一下, 那么九星和八门, 什么叫福吟和反员, 八门出现这样的状态, 我们看红色的师父八门, 对, 修生山路经死经开, 师父原始宫位, 对, 排除的盘就这样, 就叫什么也, 福也, 福也, 就是还叫原始宫位, 没动, 扶着呢, 能理解吗, 能不能理解, 好了, 九星也是一样, 天鹏香在哪宫, 原始宫位在凯一宫吗, 彭任从府, 英雷助心天秦, 这都是九星啊, 中间可以付写啊, 无所谓, 那么他就在原始宫位, 排除之后就是这样的, 这就叫福尹, 能不能理解, 什么意思, 在原始宫位不动, 没动不就扶着, 扶着不就叫福尹吗, 因为只有八门和九星有福尹的说法, 这个大家要理解, 那我们排除了七门军亚谈, 是不是正常来讲, 这个九星啊, 不一定天鹏在这儿啊, 那么天鹏在这儿, 天鹏在这儿, 不都可以吗, 但假如正好天鹏又回原位了, 排除了这个格局, 彭任从府英雷助心秦, 那么就叫什么, 福尹, 这就叫福尹, 那么九星和八门性质一样, 修门也回到凯一宫了, 才就叫福尹, 能理解吧, 彭原位了, 彭原位了, 就福尹, 就扶着, 没动, 能理解吗, 好, 那不一样, 什么福尹, 福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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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, 那么老师强调一下, 八门有没有固定工位, 九星有没有固定工位, 都有啊, 都有, 那么八门和九星, 当我们排除齐文军甲盘局之后, 发现八门和九星, 还有对原始工位没变, 就叫福尹, 当然福尹分为门福尹和兴福尹啊, 他俩不一定他俩一起都福尹, 能理解吗, 我们先不看兴光看门, 门福尉福尹, 我们不看门光看兴福尹, 福尹福尹, 这叫兴福尹, 门福尹, 还不一定是他俩一起福尹, 能不一定, 那有没有可能他俩都福尹, 有, 这就叫满盘福尹啊, 这种情况老师说了, 不少也不少, 以后排行这种事儿就是正常的, 因为他有几率嘛, 基本本身就是一个模型, 石空万事万物套在里面, 他的几率概率太高了, 对吧, 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嘛, 那么全盘福尹就代表这件事情, 老师说了, 代表什么, 漫长, 缓, 拖延, 难成, 这个的理解, 先不用看鸡胸了, 什么也不用看, 盘一盘出来一看, 全福尺了, 就这件事情漫长, 纠缠, 包括说难成, 直接就定位了, 能理解吗, 至于说再急, 也不行, 因为福尹的状态, 最主要这个事儿, 他动不了, 不动, 他就没办法去成事儿, 明白吗, 所以说扶着是不行的, 这也知道, 漫长嘛, 纠缠哪, 包括这件事情拖延哪, 最后难成, 反言也是一样, 那么福尹能理解了吗, 那么反言, 来, 把这个擦掉, 掀一下反言, 掀一下反言, 那大家猜一下, 什么叫反言呢, 这样吗, 对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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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擦掉, 看一下, 怎么还忘了, 看了呢, 看了比还对, 还有好几种颜色比, 行, 好几种颜色可以, 好几种颜色, 东西丢了, 反言好不好, 好啊, 什么意思呢, 反言就是, 哎呀, 没了, 哎呀, 又回来了, 好不好对我来讲, 不反复无常吗, 反言不正常状态啊,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, 就是他分你干什么事的, 但正常来讲啊, 反言呢, 也是不好的, 福尹反言它都有特性, 但是福尹呢, 就踏着不动, 反言呢, 就这件事情反复无常, 变化太快, 能理解吗, 就翻脸不认人, 啊, 马上就是这种状态啊, 这上面呢, 写的, 写的很清楚啊, 至于这个使命主这些其他的, 我们先不考虑啊, 这个大家要知道, 那么空间上这个我们强调一下吧, 好, 反言在时间上呢, 就代表快, 啊, 那么进, 啊, 迅速啊, 在空啊, 在空间时间上代表近, 快, 迅速啊, 这是时间, 反言嘛, 反言能理解吗, 在空间, 空间上代表远, 啊, 外地, 往外, 啊, 这要知道, 那福音跟他正好是相反的啊, 福音的概念是相反的, 啊, 这里面这句话大家记忆一点啊, 反言呢, 表示事物发生的出乎意料, 啊, 或者变化的突如其来, 突然间变成反复无常, 啊, 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, 说, 哎, 我这事儿挺好干了, 结果一会儿反悔了, 就这个意思, 能理解吗, 哎呀, 马上就反悔了, 他就事由反复起落多, 当然这个呢, 一般我们看生命的时候, 就是我说的看年命再看啊, 这个先不用考虑, 好, 我们先看一下八门, 八门写没写上, 先把九星已经写上了, 对吧, 蓝色是不是九星, 对, 我们看他写的对不对啊, 对是吧, 因为只要一个对了, 是不是其他都对了, 对, 好, 天英星, 天归星, 天助星, 天天星星, 天平星, 天内星, 天宗星, 天府星, 哎, 好, 天宗星没了呢, 天宗星, 天宗星, 对, 对, 往天府, 哎, 好, 中间那个就整没了, 天宗星, 对了, 好了, 好, 什么叫反言呢, 就是我们正常天宝星在哪儿, 黑色的, 黑色的原始宫位, 对吧, 对, 正常天宝星应该在凯一宫, 对吧, 结果跑哪儿去了, 对, 跑对面了, 对吧, 对吧, 哎, 那么他跑对面之后, 其他的是不是都跑对面了, 性质是一样的, 天宗星以前在哪儿, 快二宫, 在快二宫, 现在跑哪儿了, 跟八宫, 对吧, 天宗以前在哪儿, 对七宫, 对七宫, 现在跑这三宫了, 对吧, 天宗星以前在前六宫, 现在跑训四宫了, 对吧, 能理解吗, 天鹒星刚刚我已经讲了, 对吧, 这天瑞星以前在哪儿, 跟八宫嘛, 现在跑过二宫了, 他俩正好也是, 掉过这儿嘛, 天宗星以前在这三宫, 现在跑到哪儿了, 对七宫吧, 哎, 包括天府星, 以前在徐四宫, 现在跑前六宫了, 能不能理解啊, 就是他跑到对那儿去了, 跑到对面就是反了, 就这个意思吧, 哎, 所以就反银, 反银能不能理解啊, 把八门里面写上, 八门里面写上, 那么福音和反银呢, 在盘局当中出现之后呢, 它们一个整体的概念, 它整体的能量很大, 它会影响着整个盘局的极雄变化, 如果说是盘局, 假如说别人求事, 说想做个生意, 如果满盘是福音, 这个生意就很难成, 即使遇到好的格局也不好, 因为最起码它很难动, 很难启动起来, 这个事会拖延, 会难成, 会慢, 会缓, 不然之间也不行, 得等, 得等, 因为它这个能量非常大, 特别是八门九星, 好, 那么我们看八门, 八门什么叫反银呢, 胸门跑哪去了, 胸门跑对面了, 对吧, 但是一个到对面, 生意它也都变了, 对, 我们看一下, 修门本来在砍一宫先跑离宇宫了, 对吧, 因为修门熟火吗, 我们修门熟水吗, 离宫熟火吗, 能力行吗, 它就跑过来去了, 剩下都变了, 这个生门, 生门在哪儿, 原始的, 正八门, 现在也跑对面的了, 对吧, 伤门, 跑这儿了, 也跑对面了, 原先在这儿, 原先在这儿, 现在跑这儿了, 对吧, 渡门, 渡门原先在哪儿, 在四宫, 现在跑到对面来了, 同样了, 警门也是跑对面的了, 死门也是跑对面的了, 经门也是跑对面的了, 开门也是跑对面的, 能理解吗, 这个就叫反言, 能不能理解, 那么原理就是, 浮衍的情况下, 这件事情漫长, 拖延, 难成, 反言的这件事情, 反复, 容易反复, 但是速度比较快, 但是反复肯定是不好的, 对我们来讲, 这个概念能不能理解, 这概念基本理解了, 是吧, 感谢观看, 感谢观看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